2024北京车展的第一天 别人都在做报道讲客套 只有我不一样 我是来上课的 审美间接客 讲到审美品味 还得去英国车展来看看 捷包路湖展台 没有新车 两部SV官方自己在拍摄 也罢 因为展台上这台冰河白车漆 搭配奥新蓝撞色车顶级尾门的 卫视90County更吸引我 90升段加白饼轮 让卫视更像个玩具 而和蓝色一撞色 就更增添了视觉上的跳跃感 关键是这个蓝色的明度比较高 使用的面积也恰当好处 所以和白色的车身非常契合 County外观套件 致敬的是1982年的路虎卫视 County Station Wagon 且撞色正好是当年这个系列 给人留下的深刻印象 另外车侧下方的黑蓝渐变 三段颜色分别象征着天空 卫视和大地 饱含着路虎这个品牌 分别对大自然 冒险精神和自由意志的向往 Mini展台展出了新的电动三门 Mini Cooper 另外一台较大的电车X-Man 以及更大的燃油 JCW Countryman 很多人觉得 Mini一定要是圆眼睛 所以大的那两台不正宗 但我自己就没有这样的思维定式 我觉得略带棱角的大灯造型 和它现在中网的轮廓融合感更好 不过现场最令我喜欢的 是这台 JCW 套件的电动三门 Mini Cooper的外观套件 你看哦 现在的Mini整个侧面下来 已经没有以前那种圆润的感觉了 整个车体其实更像一个正方级的盒子 但是这个 JCW 版本的前后包围 让车身的四个角落更向外扩张了点 相当于让原本的方盒子 变成了一个上展下方的梯形 再加上后窗上的这个尾翼 让整个车子一下子就显得特别有张力 那如果我买 这个套件是必须要选的 怎么讲呢 就是我觉得Mini乍一看 好像跟图片上看到是一样的 就没有什么特别新奇的东西 因为它的大体的样子没变化 但是这是一个英国品牌 设计师总会在一些细节处 有很多雕琢 所以当你这里看到一个细节 那里看到一个细节的时候 有很多新的这种印象在脑子里面 不过当天最令我动红的是 宾利展台 哇哦 真的是给我上了一节十足的美式舞课 因为我刚上去的时候 并不知道它这次展出的主题是什么 只觉得每一部车的里外颜色 怎么会这么的绝绝子 一下子就迈不动腿了 就比如这台欧路GT敞篷版S车型 内饰的主色是浅天青 金鱼黑做点缀 让人特别有种在夏日海边冲浪的活力和清爽 然后中控上面不如内尔兰钢琴烤机面板上 画上了浅天青的人字纹 又瞬间多了种西装革履的丝纹 再比如说旁边这台碧海蓝的Bad 2 内饰上的配色之大胆更是让我瞠目结舌 大面积在白色机体上跳跃的蓝色做高光 整条蓝色机体上白色缝线再次做反向的高光 哇靠 蓝色同时也给黑色做点缀 小物件上再用淡淡的金色去凸显 关键是 这个金色色号一点都不会令人觉得土爆发户啊 金色在整个车厢里的占比也非常的克制 你以为这就结束了 一回头 车门上还有橙色做辅助 亮度刚刚好 完美承接刚才我提到的白色蓝色金色黑色 相互综合相互成就 我们通常说颜色越少越高级 那是因为能够更少的犯错 毕竟颜色越多就越难处理它们之间的关系 而兵力竟能把这么多颜色放在一个车厢里 还能够做到互不强系各自精彩 真的 这简直就是在卖弄 是在显摆自己卓越的设置能力 好吧 这光是在颜色上的运用便已经令我折服了 更何况加上各种平面纹理面板材质上面的金雕细琢 整个车厢细节之多令人目不暇接 只是现场时间有限 脑子只能呼噜噜下 根本来不及逐个咀嚼 那那那那 还好小米你选择超保时捷 有些东西真的不是你想挑战就有能力挑战 现场还有另外两台兵力 内装的设计也是精妙绝伦 那多提嘴这台天月的前后牌 竟然用到两种截然不同的颜色 OMG 小低剑是浅薄 此情此情如被醍醐灌顶 事后跟宾利拿到资料才知道 原来这些台上的奏品呢 均是来自宾利的车身个性化定制部门 Moolie们 怪不得 这次我觉得受益匪浅真的 真的 从宾利出来真的是神清气爽 然后我重新感觉到了 这种传统经典老品牌 有魅力的老品牌的那种发光点 那其实这一次的话 我们每个高传青年的小伙伴 主持人他都有个自己的选题吧 对他都有这个自己的选题 像我会做一些我觉得 特别端端着的英国车 不管是车型啦还是试捷啦 都找到一些我觉得值得学习的点 设计上美学上面的那些东西给大家分享 如果你看高传青年其他KOL的频道 他也会有个专专门的一个选题 是他自己的 所以这次的内容应该还蛮好看的吧 好了 以上就是关于2024北京车展 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东西了 那些你可能感兴趣 但我没有讲到的车呢 留言在评论区 车展结束后 我单独接出来给你们做节目